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变了影坛风向标 小成本电影以小伯大更受投资人青睐 而张艺谋 陈凯歌等大导演的大片票房又不高 对比之下小成本喜剧片票房更吃香 冯小刚国内之所以比张艺谋 陈凯歌等人更吃香 使他电影成本更低票房利润高 另一个使他更圆滑 更懂商业运作 冯小刚曾经是影坛的金字招牌 只要是他导演的作品票房都没差过 不过随着徐正 沈腾 吴京 王宝强等人的崛起 他票房也卖不过年轻人了 观众可选择影片多了老一辈导演剧星的片子受冲击就大了 比如这部《我不是要潘金莲》 票房就未打预期 最后冯小刚也只能无奈 《我不是潘金莲》 是由冯小刚导演 范冰冰 郭涛 大鹏等主演 影片根据刘振云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一个被丈夫污蔑被潘金莲的女人 在十多年的申诉中坚持不懈为自己讨工大的故事 该片的制作成本其实不高 但是因为有对赌协议票房才亏本的 这部片虽然大导演剧星云集 但是这样内集才观众不感兴趣 最后票房不足武艺遭观众冷遇的 范冰冰是娱乐圈大花旦一线女剧星 这次联手冯小刚票房没能大爆 他也很无奈范冰冰尽力了 《我不是潘金莲》 首日7072万 首周2.05亿 国内最终狂轰了4.83亿元 按分账比例 天 方可分得1.82亿元 如果单论影片制作成本影片是赚钱了的 但是有对赌协议不足武艺票房 没有完成目标最后亏了 范冰冰在娱乐圈有范爷 话题女王等美誉 她的人气比人气小发还高 但是她影谈独挑大梁号召力偏弱 《我不是潘金莲口碑不错》 扮6.7分票房却不足武艺 有网友说 她真扛不起票房票房 其实范冰冰真的尽力了这类题材 换谁来也带不动票房 冯小刚这部片出了票房也无奈 她号召力大不如前了 这部片虽然票房未达预期 但是范冰冰冯小刚依旧是大赢家 我来一下 6.6.8 关键